那这次抗战胜利大阅兵呢 与以往相比还有一个突出的改变 就是授阅方队的组成 不是按照原来的这种陆海空的传统模式 而是采用了这种模块化的授阅形式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这种模块呢 一来呢 是让看的人看得清楚 那么从更深层的意思呢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打破了军兵种界限的组合 实际上是在逐渐的改变我们军队一个传统的观念 就是将来的作战 将来对军队的要求 它需要一个更科学的组合方式 大家的脑袋里应该不再有军种的界限和军种的隔阂